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節講youtuber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去廣播 你好 我是五仔 五仔有沒有資格講youtuber 可能有些人說 人家星期日檔案都不聘請你 你也不聘請了 聘請了明仔、Kibi 羅玉宜的男朋友 還有火刀尼 這班人我全部都認識 這班人我全部都認識 但是我覺得那個報道 感覺上有些事情不太詳盡 不斷說了就算了 所以我也很想去補充一下 我講這個影片之前 我很感謝Kofi在她的影片提起我 插一點Kofi講五仔的片段 然後你值不值得聽五仔講youtuber 直到當時 然後我打算自己拍一些影片的時候 我什麼都拍一下 什麼都試一下 吃東西的影片也試 一些drama也試 都是不是好 我就想 是不是電視和youtube有什麼不同 我記得那時候有個youtuber的前輩 那時候她的followers都是多過我很多的 那她就跟我說 Kofi 其實呢 youtube跟電視不同 電視的人看你 因為他們是你的fans youtube的人看你 因為他們想在你身上拿一些東西 嘩 我覺得這個說話 是我到現在都要感謝你的 這個前輩就是五仔 我是把自己在課堂上面 本身人家應該要付錢我 裡面的內容 我都放上youtube 好了 那大家聽過了 是不是真的 Kofi很給面子 那當年大家交流一下的時候 她剛剛做youtuber 那就是 都是無線出來的 然後就 五仔叫做 帶著個女生人 女生人 然後就現在很成功 香港 在香港市場最成功的youtuber 一定是Kofi 她是過百萬的訂閱 還有她是 除了這個還有另外一些生意 還有一些網購 教育也是很international 非常的成功 很正面 周圍都會看到Kofi的廣告 我感覺上Kofi 是給一些一線藝人 更加多的曝光率的 是的 是的 那就很成功 但是為什麼不找Kofi 如果你說這個節目 她用一個叫做 網絡園居民去說 帶起這件事 我看到明仔又在說 她的心路歷程 明仔這段心路歷程 就是她說到她跌訂閱的一段經歷 那段時間她有一個迷失期 其實她到處找朋友 有一段時間我跟她出來 醉過舊 她很喜歡跟別人說這個經歷 因為真是人生一個 因為在高位下跌下來的那一段時間 都很嚴重 是的 都很嚴重 但是你看到跌訂閱 所以你看到空姐 現在也不算是很嚴重 很嚴重 明仔是說跌了十幾萬 我真的沒聽過跌十幾萬訂閱 所以那件事當然是大於空姐 空姐當然跌小未止 現在十六萬訂閱 人生是有點起起落落 明仔說的一件事 就是她當時覺得自己做什麼都是錯的 我完全明白 但是為什麼明仔你今天想說什麼 看完那個節目之後 其實我覺得 現在和以前很不同 以前的網絡人 的確是搶了少許電視台的生意 而那個就是明仔 那個年代 因為剛剛在網絡和電視的交接期 那個交接期就是 有人開始找網絡人做直入式廣告 而本身這些廣告是在電視的影像拍 而明仔是第一代出來做這件事 所以她 我也有份 以前那年代大家在拍攝影像那年代 那就算是競爭對手 但是今時今日 Youtube不是這樣的 你想做廣告 哪怕你是一條新頻道 只要你有錢 把預算放下去賣廣告 就會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她用一個網絡原居民去形容 明仔也可以這麼說 不過原居民也有些 我也是原居民 如果明仔是原居民 Coffee是不是原居民 不是 不算是 如果可能在網絡上紅 不是 Coffee也算是網絡上紅 是不是 這樣說 但我自己又會稱自己為電視機 不是電視機 影視生還者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你說這個原居民 那我大哥在那裡搞不定 有些人又說到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太介意 因為那個是我其中 剛剛入行的時候沒有辦法 只能夠做臨時演員 開頭 後來已經是特約 又做替身 又做動作演員 然後在電視台又做特約 很多不同的崗位 但我想說 在網絡有影像的時候 我已經是出現在 我是叫做 跳船 不可以說跳船 因為那艘船跟我走的理念 有點不同 Coffee在她的影片中說一件事 她說 在電視台有一班人幫你包裝 然後說你是這樣的 我推你出來好像一個貨物 就是這樣去銷售 行不行呢 很講彩數 但Youtube是自己去包裝自己 去給別人 你想給別人看 Coffee也說過 五仔跟她說過什麼 就是帶走一些東西 我覺得很不同 還有這個節目 是不是代表全部的網絡人 當然一定不是 一定不是 如果你說 我看到感覺很傷感 很傷感 雖然這班臭小子 真是個個都上過神位 上過神位 上過神位 Kibi是以前Boomba Boomba 那時候2014年 我和窮飛龍拍影像 我們整班都沒有學蝕了 我忘記了 又學修 後面之後出來的 我們拍影像的時候 十大鬥都傻了 那些排名 有時候你是第一 有時候我是第一 但我在那時候是有玩的 那個時期 Boomba是長期有幾條片 是十大的 我們幸好有一兩條 一兩條 紅仔頭都有幾條 那麽 Kibi那時候Boomba很厲害 凡是那些人走得太過錢 就被人搞了 告訴你 他們那時候收八元看片 你現在算是什麽 通街都是課金 通街都是做很多收費的事情 Patreon 那些什麽看照片 看片都要付錢 以前是要付錢的 你們那些人 Boomba是這麽散的 Kibi說自己 以前沒有這麽紅了 我都明白的 我明白的 以前整個製作 整個團隊 Boomba和明仔都有份 跟那些影像的競爭 廣告 他們都有份 反而我是少的 我不是做製作多 通常那時候做演員多 請我拍其他東西 都有的 唱歌 和當年是唱歌 那 就是 他這樣跌下來 就跌了 那明仔又是說得 比較負面一點 感覺上 但是其實Youtube 有很多人很成功的 他那個節目 是不能夠完全反映 網絡員居民的狀態 那樣 就是 現在你 你把我的感覺就是 如果你用居民去代表這件事 就是 你去看圍村 你看圍村 有些人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自給自給自給 很辛苦 那樣 然後原來在村裡有些人 就是 有另外一個世界 有另外一個世界 原來圍村 打開了道閘 之後你走很久才進去 然後看到 你那個位置 你看不到 我今天就是想說 帶大家看那個位置 因為他一開始說 一個表演出來的 我是不認同的 他說這班人是 在網絡上長大的 想像自己 他朝有一天成為網紅 但是第一個明仔出來發現 明仔肯定不是先 他是香港第一代網紅 明仔是第一代Youtuber 是他帶我進Youtube 是他教我的 明仔你也可以做Youtube 香港那時候有幾個Youtuber 但不是真的很紅 不是太紅 不是太紅 當年打過 譬如那個時候 像我現在這樣說話 打電台 都不是Youtube紅 我記得好像不是Youtube紅 明仔是第一代網紅 他不是網絡長大 然後想做Youtuber 他是40歲 他是第一代網紅 你先弄清楚事情 Kibi是 他曾經怎樣跌 他曾經很高 另外訪問到一個人 叫火刀黎 火刀黎 當年我們接觸過 現在當然有其他新進導演後戲之手 但我夠膽說 以CG特技 他都是數一數二的 火刀黎 有訪問過他 但是他說 拍片 難生存 類似的事情 是的 拍片有成本 如果別人找你 也是難生存的 你變成被動 你不能主動去出擊 這樣就比較難生存 但我想說一件事 大家聽到好像很難 羅育兒的男朋友說 如果他老了看 也有個紀錄 這樣變得很低調 找了一個小女 不要介意 因為我自己 其實我不看打機片的 那個圈我也不懂電競 打機片 我是認識我的朋友 就是小波子 他們那些過百萬訂閱 在我口中說出來的 網紅的故事 是很正面 很積極 很有前途 很有前景 但是看到那個 你的感覺上就是 很迷惘 很失落 我隨便說幾個人 我先說一個點 他找那些網紅 我之前說過 香港Youtuber十大收入 賺錢最多的十個 在哪裏 Dudu姐沒有 鄭忠基沒有 英網有一群Youtuber都很厲害 我覺得 張敬軒 連絲瓦 也是很厲害 咖啡也是超厲害 其實每個人都超厲害 其實還有哪些 蕭先生那些 非常厲害 那些是說 連身過幾千萬的Youtuber 其實你看 你看看你怎樣去 present這件事 我看完之後 都好的 他看到那些網紅 難做的一面 花無百日紅 威力強瑜 可能連續三年 都是你站著 Youtube十大影片 走到外面 有人找你簽名拍照的明星 他有一天 你都會覺得自己 不夠紅 我說真的 沒有以前那麼紅 那種 很難的 其實保持著長紅 是很難的 真的是劉德華理論 夠勤力 夠勤力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在贏什麼 真的有句說話說得很對 紅一年的是網紅 紅十年的是明星 紅一世的劉德華 你看到有些人是紅一年 很多網紅 有些人突然很紅 然後就沒有了 他之後會斷了 他再出來搞一些厲害的事情 然後上去 你要很穩定 每次的人都喜歡看你 去關注你 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跟做運動差不多 我有個毅力在這裡 我覺得自己在跑長跑 大家都在努力著 在這裡求傳 各樣 我想說什麼 其實裏面也有些項目想說 例如明仔的歷史 我看到他們說 他之前是拍旅遊片 然後因為一些事情 搞到很多人不喜歡他 他當然是輕描淡寫 我當然是被重就輕說 我只是想說 明仔不是拍旅遊片紅的 明仔是拍talk show紅的 他是第一代說話的YouTuber 但以前的世界的節奏 和現在我這個節奏是很不同的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說話說很久的 他以前拍的那些 最精華的那些 3至5分鐘 我跟明仔是怎樣認識的 他在一個網台拍《今日名小李》 拍《今日名小李》 我拍《兩性關係》的那些趣劇 我很欣賞他說話 他當時也說很欣賞我做演技 大家都進了會 他當初在YouTube名小李 叫《今日 Freestyle》 他第一條片 我也是你的粉絲 是非倫海頭 是不是 有沒有說錯 還是我記錯了 應該是非倫海頭 有的 將一件很新的表達 影像表達 在網絡上呈現在人前 一個節奏很快的 很爽地看了幾分鐘 然後說一些社會的問題 是真的 令到當時 因為其實我一直摸著怎樣入行 其實我不懂得做這些事情 我當時的嘴巴還未練得到 我是後期再做多5、6年 拍片拍到Sony拿獎 然後Sony滿足我們的願望 請了詹瑞文教我們演技 他又不教我演技 他去教我說話 我才懂得說話 那時候我還不是 但是明仔那時候是 我自己譬如做這行表演 我們以前做明星 最多是唱歌、跳舞、演技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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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個很新的表演方式 在一個電腦 網絡上出現了在你眼前 這樣第一身 是對著你 對著鏡頭跟你說話 你那些輕描淡寫 說他是一個旅遊blogger 那就浪費了 那跟胡偉聰沒有分別了 我不是說胡偉聰 很厲害的 胡偉聰也是一個YouTuber 他是超級厲害的 他是幫TVB拍攝的 他本身也是泰國通 他是泰國通 之後才有YouTube的網絡 他用這東西 YouTube也是很紅 也是很紅 胡偉聰也很紅 我在Sam 下面的底層 看到他的紙牌 人們走過也要跟他的紙牌拍照 我想他是最紅的華人 在泰國 呂良偉也很紅 不過現在可能差點 因為公主也比較 新聞也說不清 不說太多 因為他跟公主很熟 以前一家人都很熟 現在少了 以前呂良偉 在街上會看到一個 呂良偉 大明星 超級明星 朋友 其實很多YouTuber 都是很厲害 很跨國際 好像有過 你如果這樣說 香港YouTube 就太過 比較窄一點 這個範圍 現在都變成了世界性 Coffee 都… 嘩! 他的影片 有了英文字幕 的 不是這麼簡單 YouTube現在 那麼… 我說什麼呢 有些人看了會卻佈 那五仔講完之後 有些人是不是 嘩!正啊! 一定要做YouTuber 你真的要很喜歡 行行出狀元 有些人說 拍什麼好一點 拍什麼容易一點 賺錢 有些人說 要學暗仔講話 你試一下吧 你試一下行不行 真的要… 我覺得 都是… 要試一下 什麼都要試一下 我以前有個親戚 年輕人 他很喜歡打機 他爸爸叫我教一下他 他經常只顧打機不讀書 他爸爸也是一個知識分子 我那時候跟他說 因為我那時候 跟Coffee聊天 那段時間 他講我那段時間 我跟他說 為什麼你不讓他打機 我說打機可以做狀元 行行出狀元 為什麼呢 我公司有個年輕人打機 每個月賺二十多萬 年薪是幾百萬個 幾百萬年薪只是打機 接著他就會說 我兒子被人這麼幸運 不是說幸運 是說你這麼肯 行業付出 不是說幸運 是你肯不肯下手去做 你肯下手去做 你就算不是年薪二十萬 你說月薪 不是年薪二十萬 月薪二十萬 你不是月薪二十萬 你起碼月薪兩三萬 你都做你喜歡做的事 你都無悔 但是有些人 譬如Mary姐 可能有些人聽到 不用說起你 你知道我講的朋友 全部都很友善 Mary姐 她是會覺得自己 小時候讀完書 然後就已經做了一行 好像在這行中 好像沒什麼 學到 又沒見過世界 然後我現在出去做 跟一群人做一下 一起做一些事情 好像有朋友 有生活 有現實世界 我覺得這樣對她來說 也是很好 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 我也很好 就是我 我不用經常在香港 然後又自己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不對 有時候有些法部師 又幫得到人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很開心的了 每個人有自己的路 就是你執著哪些事情 明仔現在你看到他 也說執著剪接 我看到你養幾位多人 養成五六個人 我也養五六個人 也有啦 但是你真的 誇張 明仔還要說 不懂得破黃標 我說我教你 你為什麼不聽我說 對不對 就是有得研究 這些事情 是 其實真的 我看完 沒有說什麼 他帶出了一個觀點 或者他帶出了YouTuber的這一面 其實YouTuber都有很多個面 有些你真的未必找得到 就好像早前那個 什麼衛視 我忘記了 找我 很多人拿你的樣子來 騙人錢 在Facebook 我們 瘋狂衛視 想跟你澄清一下 還有你的影片 在內地也很多 有轉載 是不是你的 那些我都說 我不接受訪問 人怕出名 豬怕肥 是的 還有 以前的世界 當然有一天 你想到在上面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訪問 但我覺得 這些事情都是很浮的 是的 如果你有一個天地 就是說YouTube 或者是網絡世界 有一個天地給你名利 有一個天地給你一個 你控制 平台你起碼叫做 譬如我以前做新聞訪問 可能你不是想說的 他真的剪了你 然後三方八就給你另外一些 我以前在另外一個新聞媒體 有很多方向性 他想做一個題目 然後強行推你去那個範疇 當然我以前接受的訪問 我都會很開心 也會有曝光 但後來想 好像 我想我現在說這一段 很多明星 有些藝人都會明白 我說的東西 都不是你報出來的東西 那我怎麼做這些 當然有些人可以的 有些人可以的 我都不是這麼說 我上次怎樣繼續玩下去 如果我想說話 我自己的台 我自己的媒體都可以了 這就是自媒體的可貴之處 正等於郭倩尼說 他以前沒有自己的平台 根本沒有人幫我發聲 就把假的東西變成真 所以其實大家 Brian Chair是這樣說 我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今時今日 你不懂得用互聯網去幫你 不只是做網紅 哪怕是一門生意 是一個食肆 是一件買賣 是零售 是任何教育 各樣運輸 搬屋 所有的行業 包括可能是交通工具 你不懂得上網 你根本已經是脫了折 以前可以說 你不懂得上網 你賺錢多也有限 但現在已經普及化 這個網絡世界 是改變人類的生活 亦都改變我們每天發生的事 你做行業的變化 是很大的 所以你懂得用我的網 你是很棒的 譬如 不要只說Youtuber 那些傢伙去做 誰也是 Coffee也是 他有自己的品牌 做的瑜伽庫 如果我要 新年就糟糕了 這個就是 他真的跟你在官堂APM開一個檔口 跟你賣做零售 用不用 你這裏 起碼我虧了多少錢 你想想 他擺在這裏 每個月十萬十萬 這樣虧了 現在已經收拾了 你現在有一個IG 你訂貨 出貨 就可以了 做網購 你只有王維基做網購 做到上市 他有實體報 實體舖也是拿來收貨 所以告訴你 這個世界在變 你的腦筋不變 這裏是會出貨 大家應該用一個不同的態度去看Youtuber 去看這個行業 甚至想想一想自己在做的行業 如何去表現自己 例如像律師一樣 經常在網上拍片 中醫也會 醫生也會 一定是 懂得 用互聯網 大家能夠 再走前一步 幫助你的人生 幫助你的成就 今天先分享到這裏